大家好,我是金翁漸遠線 今天是延速研究第十五集 吳織海關舊紙的鹽背中式特點簡介 上一期我們說明立面結構和古典柱式的對應關係 今期就說一下鹽背中式 首先就說鹽口 鹽口就是採用古典非常之常見的一種方式 就是正波紋線 正波紋線就像波籠一樣的 它有湖面 有湖面當有光照射的時候 它就說有陰影 有陰影就是有層次 有層次就呈現出一種立體感 可以說整個西洋建築學的中式手法 都是圍繞如何使得這種立體感更加強烈來做文章 同時又用了一種條或者線 就是條和線就是直直的 直直六的就是條頓線 直直六的就是條頓線 直角六的有矩形的就是條頓線 這樣就曲直結合 有曲的又有直的 這樣就使得這個陰影層次更多元化 我們看到那裏就是 那裏是直的條 那裏是曲的 這樣同樣的光照過來 就會產生不同的陰影 這樣的話 它的陰影就更加多重多元 延下裝飾就是這個位置 延下裝飾就是這個位置 延下裝飾的這種雙版天花 就很顯然它的設計念念 是類似羅馬萬聖殿 就是一隻正風型的反向立上的中式 它有這一種的雙版天花 就使得整個炎口的層次更加強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人的眼睛 從炎的外面向炎裂都是磨 從炎的外面向炎裂都是磨 我們看到的所有的炎的中式 都是向下 從上以下來降低的 所有的炎裝飾都是隨著我們人的視野 從外向內望 所有的炎的裝飾都是向下降的這種層次 但是呢 到這裏就有變化了 這裏是反向立上 這裏就反向立上 所以呢 就呈現一種先下降最上升的這種層次 就是這裏所有的中式是下降的 然後呢 這裏又反向立上 這裏就使得炎口層次更加強 下面下來的就是這個炎口吐架 炎口吐架這裏彎彎的 就是通過那種舊照 就看到它以前是有光斤的 下面就是這個底部 炎底部的這種線腳的中式 看到的也是很經典的 使用的這種半粒曲線 然後呢 那裏呢 那裏呢 是有少少糊的 那裏是糊的 那裏就是這種珠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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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是直的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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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從這個 整體為官上 就呈現出那裏ně 一種線條的出向 同一邊鹽口的正波紋線 就達成統一 看起來就好像兩指是一樣的 我們剛才大致講解一下 整個鹽埔裝飾的裝飾 我就簡單猜猜一下 首先從鹽口的一齊 直角的調 然後這個角度是正波紋線 小小的可能是半立曲線 看得很清楚 這個角度也是調 調完之後就到這個角度 到這個角度的就是 反向立方向的一個 雙版天花 然後六例的又是 到這裏 通過半立曲線 和線條的線條中式 反正也是非常典型的 古典手法 然後就講一下 這個米字形欄杆 這個米字形欄杆 在外面看它 有些像花粗 實際上它賣花粗 它是欄杆 因為人的腳 跟它是平的 人可以站在那裏 所以它的功能 本質功能 它是欄杆 來的 我們可以看到 在局部的建築 都可以看到 有這種欄杆的 中式手法 那我就猜測 我們吳州 吳州 柯牛子的 這種米字形欄杆 它有可能象徵 當年的英籍文者 因為當年的建築 設計 聽說 聽說 可能是英國的設計 又因為 英國國旗 它是米字旗 跟這個造型相似 所以 屋頂就是一排的英國國旗 我之所以這樣的猜測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這個 就是解放後 我們可能在六十年代 就對這個屋頂 鎮行開這個家建 家建的時候 會發現 這個是修善杆的 你會發現部分 爛官捲這個米字形某傳 在這裡 明明缺少這一樹 這一樹好像是人工 人工 有人為的痕跡 這個是修善杆的 這個修善杆 就更加明顯 明顯的是 那隻米字 是修善杆的 是修善杆的 我就想 可能當年 就是 人類的 就 故意的 去除一些 但又殖民色草的 這一種負荷 所以 就 故意黑爛血 但是呢 我這一種差跡 又有 矛盾之處 就是 那種修善杆的 這種難關 拳馬 全部都修善杆 比如說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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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裡 那裡 是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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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裡 一句猜測就是我讲一下自己的想法 上面刚才讲到的都是主流的研墨中式 我们就讲一下腐流的 腐流没有什么说法 它的研墨中式就非常简单 没有主流那么华丽 没有那么复杂 就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 做一个Dunab Kek突嵌这个层次 这种又没有什么手法 总之就很简单的 就讲完了 本视频所用到的古丁中式的这种 事例图片和共和具健康 都是留意于梦络的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